在重家摄影机拍摄下轰动进场 美国苹果公司CEO库克 南韩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等国际科技巨头 全都亲临北京 在27号下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亲自和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面对面华刚平 李在荣此行顺带视察天津工厂 库克则现身北京王府井Apple零售店 还发生意外插曲 库克被一众小米手机包围拍照 但仍敬业给出笑脸回应 更夸张的是多位西方国家企业领袖 全都相当配合中共 演出这场拼经济大战 CNN也点出中国大动作轻商 正是要全力在疫情后 力凭经济成长 平息命运 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确定为5%左右 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把握的 不只西方面孔的CEO遭到中共大举风杀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也在外游历一年后高调回到中国 随后阿里巴巴集团立刻启动成立24年来最大规模架构重组 中国科技巨拨转型控国公司结构的例子非常罕见 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样板将集团事业体统统去中心化 恰恰是北京当局先前对科技业大幅整肃的主要目标之一 但中共真能大饼铜吃吗 又带时间来解答 小新闻 杨卢正报道